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断扩大 大家好 我是林远山 欢迎收看新冷战区市 近日乌克兰正在持续肃清境外反贼 有两个好消息传出 一个是乌克兰安全局策划了对奥利格波波夫的暗杀行动 他是俄战区卢干斯克傀儡政府的副执行长 所谓卢干斯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二把手 12月6号 波波夫在当地一个体育场附近的汽车爆炸中丧生 另外 从发文诅咒泽连斯基的叛徒也被除掉了 这个人就是乌克兰亲俄派反对党 反对平台为了生活的领袖 国会前议员伊利亚基瓦 同样是在6号 他被发现浑身是血 躺在莫斯科以西的雪地里 弃绝身亡已多时 基瓦是乌克兰臭名昭著的政治人物 从公开支持俄罗斯队伍的全面入侵 在俄罗斯发动战争前不久 他便逃离乌克兰 一直隐居在俄罗斯 他也是目前基辅当局刺杀的乌克兰最高级别叛徒之一 再来看一下前线的消息 南部地涅薄荷前线 乌克兰的桥杜堡阵地还是不断扩大 尽管渡河部队还不算多 但乌军用右岸炮火和无人机部队 构筑了25公里的防护网 俄军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防空和电子战系统 等于裸奔被乌军调打 现在更多乌军被转移到左岸 乌克兰在这里的进展比预想的还要快 在克林基 无军的无人机摧毁了三辆俄罗斯步兵战车 还试图向克林基以南的奥里斯基卡霍夫卡高速公路推进 战火激烈的同时 俄罗斯当局发布通知说 因处于地涅薄荷左岸15公里的战斗区内 敦促新卡霍夫卡的居民从12月13日起开始撤离 预计很快在这里就会发生战斗 为了减轻南部地区的风险 俄罗斯空军将部分驻扎在查普林卡的直升机 重新安置在克里米亚附近阿巴拉特沙嘴的度假圣地 斯特里尔科维 这里距离地涅波罗前线只有100英里 无军通过北约的情报 发现了斯特里尔科维基地 不出所料 秘密基地也逃不过无军的打击 上月初 无空军苏莫尔4M轰炸机 就向斯特里尔科维的总部发射了暴风营 一个月后的12月5号 乌克兰警报机构对该基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击中了基地内的P-18雷达 防空导弹设备和直升机停机瓶 俄罗斯防空系统这次又失灵了 没能阻止袭击的发生 另外 乌克兰武装力量还发布视频显示 乌军最近生产了一批新式自杀式无人艇 Magura V-5 即将投入黑海区域的防御作战 下一步可能会继续搞俄军大目标 现在乌克兰海军的无人艇活跃度越来越高 攻击范围也越来越大 俄罗斯海军在克里米亚 以及塞瓦斯图波尔的港口基地 也多次遭到袭击 因此不得不将黑海舰队进行分散部署 以躲避这些神出规模的海上幽灵 V-5无人快艇 身长5.5米 有效载荷320公斤 可以携带高爆炸药 实施自杀式攻击 最高航速42节 航程450英里 参用喷水推进装置 航行噪音比较小 船体低矮平滑 出行时只会稍微露出水面不到半米 很难被敌军发现 重点是 黑海是一个全封闭的内海 总面积仅43万平方公里 距离乌克兰控制区更是只有200公里左右 适合小艇作战 乌克兰使用无人艇可以轻松的打击黑海舰队 同时 北约频繁出动 大量的侦察卫星和侦察飞机实施无缝监控 能获取实时消息的乌克兰无人艇 等于开了外挂 现在乌克兰海上神风队 几乎已掌握黑海控制权 有俄罗斯博主说 俄军参谋部宣称 他们的任务是在新年之前 占领或完全封锁阿弗蒂夫卡 本来乌克兰高层曾经认为 当俄罗斯损失一定程度的人员之后 俄罗斯会放弃进攻 但是没想到 俄罗斯还一直在进攻 主要原因是 克林姆林宫在这场战争中 动员和招募了大批来自俄罗斯 较边远贫困地区的人员 这些地区的人况没有什么价值 还不如一辆拉达汽车 如果是这样 估计当外围的人员被耗干净之后 剩下的就是俄罗斯核心 莫斯科周围的人 这个时候如果人员消耗过大的话 俄罗斯就可能受不了了 到那个时候 可能就会动摇普京的基本盘 普通战场 在哈尔科夫库比扬斯克区域 俄军向新基夫卡北侧和西北方向 组织了十轮进攻 都被乌军击退 在伊万尼弗卡 乌军组织了两轮反击 但都没有取得进展 罗伯纪念西侧 双方互有攻防 控制区域基本没变 引人注意的是 利曼克里米纳方向的攻击密度 突然增加 可能是前一段这里太安静了 但俄军对多地的进攻都被击退 随后他们就开始炮击和空袭这些地区 乌军的海马斯则袭击了 利曼附近的一架俄罗斯米8运输直升机 俄军内部消息说 这架直升机已被功能性摧毁 此外 瓦格纳在更名风暴V后 重返乌克兰战场 这个队伍是由 瓦格纳私人军事委员会的前暴徒组成 现在主要是在库比扬斯克方向活动 前段时间比较危险的马林卡 目前可以确定 马林卡的西部仍然控制在乌军手里 战线已经恢复到阿富提夫卡战役 打响之前差不太多的状态 拜登先前曾警告 无论如何 不能让普丁赢得战争 不然接下来普丁还会有进一步动作 他会选择北约某一个国家动手 到时候美国就不得不与俄军正面冲突 尽管如此 事情还是出现变故 参议院共和党人在12月6号举行的程序性投票中 否决了一项包括援助乌克兰610亿美元的补充拨款的法案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警告 如果国会不批准援助 美国将对乌克兰的失败负有责任 并强调对乌克兰国家预算的支持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 其军费和国防支出已超过税收收入 他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 他们将失去学校医院和快速返营服务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现在的乌克兰最想要的是F16 500亿援助不过是锦上添花 我们看到的消息是 目前援助乌克兰的几十架F16和英诗不在美国的援助之内 这些是欧洲给乌克兰的 而F16的导弹和配件在上一批援助里已经付过钱了 目前在援助受限 F16等力气还没到的情况下 或许乌克兰改变一下战术操作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在前线配置更多的低价武器 包括更灵活的运用无人机 西方援助的精确武器弹药 则应该做更有效的集中打击 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打乱俄军的战略部署 确保前方战线的稳定 避免战线恶化甚至崩溃 乌军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在地涅薄荷左岸25公里范围内 乌军一旦发现俄军集结 就启用极数弹药覆盖 如果更多俄军出现极军进攻 就用火炮配合装甲车进行碾压式的杀伤 大量消耗俄军有升力量 该战术的运用 不仅可以有效阻止俄军持续大规模进攻 而且可以极度削弱俄军战争潜力 虽然美国大礼包没通过 但小礼包来了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75亿美元的新武器装备 当然也有人认为 美国给的1.75亿美元的军援 实在是太可怜了 根本不够杰克的 我们还关注到 或许美国也意识到 在与俄罗斯政权进行的这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中 乌克兰必须着力提升自身造学功能 要知道 战争的胜败不取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往往取决于谁能坚持的时间更久 因此一场重要闭门会议的落幕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12月6日 美国乌克兰国防工业基地会议在华盛顿举行 会议召集了350名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工业界和政府代表会议之后 美国称会帮助乌克兰实现自主武器生产 以满足短期和长期的战争需求 这可是一个好消息 会议上集出了一份满足乌克兰国防军需求的武器清单 清单包括乌克兰已有的库存武器 如爱布拉姆斯坦克和155毫米大炮 以及过去乌克兰想要的一些武器 如F16 无人机和远程ATCMS导弹 还有哨兵短程雷达 这款雷达可以追踪弹道导弹和缓慢移动的无人机 清单上更有一些令人惊讶的项目 包括波音C17环球霸王3运输机 和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C130超级大力神等高价值产品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黑鹰直升机也榜上有名 这可都是好东西 军援方面还有一个消息值得关注 自今年夏天以来 第一套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 已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服役 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 新闻部门宣布 12月 美国将向乌克兰武装部队交付14套反无人机系统 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 是一种紧凑的托盘式火箭发射平台 由感应球和四发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发射器组成 可以安装在任何带有平板的卡车上 作用主要是探测和拦截敌方无人机 包括见证者136 是前线战场的得力主手 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一直没有停止 英国在12月6号宣布46项新制裁 主要是瞄准那些继续支持俄罗斯侵略战争的企业和个人 其中还包括三家中国实体 亚太链接有限公司 信诺电子有限公司 和新华有限公司 英方指责 这三家公司给俄罗斯供应了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 G7领导人也在同一天达成一致 从明年1月份开始要对俄罗斯钻石实施直接进口禁令 这是要对俄罗斯的经济施下更大压力 澳大利亚也不甘示弱 12月7号 澳洲宣布对13名俄罗斯人实施制裁 他们涉及对俄罗斯著名反对派政治家弗拉基米尔卡拉莫尔扎下毒 逮捕和判刑等非法行动 可见制裁风暴已经越来越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这个频道 节目最后还要谢谢好朋友 Liu Pochin Henry Chua和Sunny Wang的超级感谢 由衷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还有一直给我们点赞留言的好朋友们 谢谢你们 希望继续给我们加油鼓励 感谢 再会